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冷天吹暖風,中港齊反彈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反彈了281點,收報26498點,成交有768億 其實昨天和大家講到特朗普改口 特朗普轉了口風 在星期二的時候,他突然爆向口說 中美貿談那裏,他可能願意等到明年大選之後才簽約 市日跌了下來,特別是美股當晚曾經下跌超過400點 最後那晚,美股導致都跌280點收市 之後就急急要補獲,轉了口風 又不是的,都還在談談,一路進展都良好 轉了口風之後,美股反彈,連日港股都反彈 這個從昨天已經講過 昨天還有講一件事,就是內地其實是放水的問題 10月份的時候,他的新增貸款只有6千多億 目前市場預期11月的新增貸款 是去到1萬3千多億,可能翻一倍的 而社會融資的規模也是類似 6千多億,去到1萬4千多億 好了,今天其實下來了 都是這兩件事在發酵 所以今天那個題目就是,冷天吹暖風 大家知道這陣子都很冷 還有股市其實跌到2萬6千邊 其實都挺害怕的 有些冷風,誰知道是吹暖風 一來就是,貿談那裏 中美其實都有一些善意識出來 美國特朗普轉了個口風 其實大家談得好之餘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方國務院的關稅稅則委員會公佈 正開展部分美國大豆、豬肉等的商品 排除關稅工作 可能就是免關稅入口美國一些農產品 這個當然是對美方釋出善意的 其實美國總統在特朗普 星期四的時候就表示 中美貿談的進展是非常順利 他講到非常兩個字,非常順利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就表示了 中美已經接近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 這個是美國官方的說法 這個也延續昨天我在視頻上講 就是特朗普轉口風那件事 中方那裏除了預期 11月份的新增貸款規模 是比10月份多一倍之餘 今天人民銀行也都續作了 今個月第一筆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 即是MLF 今天其實投放了3000億元人民幣 不過有1875億元人民幣是今天到期的 換言之今天是淨投放 即是多投放了出來 是1125億元人民幣 雖然利率沒有減到維持不變 但是放多了水 彭博也估計 12月份還有兩筆MLF到期 除了今天那1875億之外 還有一筆在12月14日 那筆更大些 2860億元人民幣 由於12月14日是週末 將會延到16日星期一 即是14日那天是星期六 延到星期一才會做 我們留意著16日那天究竟足足多少 以及會不會加碼 即是淨投放增加 昨天其實說到 就是那兩個原因 現在繼續這兩個原因發酵 所以支持今天港股反彈的 就是吹戀風 哪兩個原因再重複一次 就是中美貿談那裏 你當特朗普轉了後風也好 就是中方也都釋出善意也好 總之中美貿談那裏 其實進展是比較理想的 而根據美國官方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賴欣說的 他說中美已經接近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接近達成 所以12月15日加關稅之前 是有機會有可能達成到協議的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吹戀風的就是放水的問題 就是大家本來是很害怕 中國經濟不太穩 但是現在看得到 11月加了馬放水 還有今天做的中期借貸便利 也是加了馬的 所以就有支撐的作用 基於這兩點 所以市場就彈得好了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一直都是說 恆子跌穿兩萬六 就轉紅燈 沒有跌穿 即是上升通道底 一直那天沒有收在旗下 不是沒有跌穿 Sorry 跌穿了幾年 沒有收在旗下 收在旗下就轉紅燈 沒有收在旗下 好了 今天就加多一個位 就是26764 這個位是什麼呢 這個位就是上個星期四的最低位 亦都是上個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下跌裂口的頂部 如果恆子衝到這個位置上 就有機會回穩 到時短線可能會轉成好一點的看法 即是轉成綠燈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最主要原因 我沒有這裡印出來 就是有三條 10天、20天、50天平均線 大概都是在265、266那些區域 那裏如果衝上去267、64 只站在上高收市的話 當然也衝破了三條平均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保全整個下跌裂口 而最緊要第三點就是 星期五這一天的下跌 其實當日就是擔心中國經濟不好的 當日連內地的白馬股 所謂的那些白酒股 好像是茅台一樣都是急跌的 導致港股那天都幾恐慌 很多中市型股份賠跌得很厲害 如果恆子上得到267、64之上 就代表市場對戒心放鬆了一點 所以就用這個位置來看 好了 港股的情況是這樣 美股其實都說過 它也有些回答 它剛剛碰到那條上升通道底 或者是9月的前浪頂 導致來計算是27,300點 作為這個支持位 那今天就不印那張圖了 我們看看內地股市 內地股市由於放了水 即是加了馬 MLF那裏 在周末那裏說不搞大水萬灌 但實際上報導出來 跟大家分析 上個月的新增貸款 其實可能是倍增 較十月份 還比是倍增 另外再加上今天MLF也增加多了 所以其實內地股市也會回穩 以戶心三下指數來看 它暫時用3,800點作為支持 連續四連羊 突破下降軌 現在上到3,900點收市 很簡單 如果跌穿3,800點 就是轉紅燈 否則的話 現在你突破了 連續兩天 站在下降軌之上 如果再多一天 我覺得都是揚足向上的話 是有機會轉了做綠燈 短線的 中線不是這樣的 還沒那麼快 中線就要突破了前浪頂 大概4030的位置 站在其上才可以轉到燈 所以暫時來看 又偏好一點 跟港股的情況一樣 偏好一點 如果站在2,6,7,6,4之上收市 就有機會短線轉綠燈 由於貿談那裡比較理想 現在出來的訊息 就是比較轉好 再加上內地也是放水 所以人民幣反而回穩 因為市場風險位納增加了 增加之後 人民幣現在回到7.02多 7.02多 即是說之前這幾天 可能只是一個假突破 人民幣假跌破 美元假突破 向下就是人民幣上升 人民幣上升 可能一直都有機會 向好一點 捉住七算這個進發 當然 現在只是回穩 不可能叫做好住 它要升破七算 甚至6.95才真是叫做好 暫時來看 就不會那麼快 因為中美貿談那裡 都會是多變化的 好了 大市分析完 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些偏好一點 有機會如果再升的話 轉綠燈 有什麼板塊好呢 其實昨天跟大家說過 手機板塊做得好 還有晶片那個板塊 就是華紅 還有手機設備 今天呢 最多是跟你跟進一下 一些手機設備 因為今天都是爆升上去的 好像瑞星一樣 今天就升9% 破頂而上 走勢比較理想 由於市場都是憧憬 iPhone相關的股份 就會做得好一點 因為有預計 它也會出部iPhone SE 2 這部平價機 可能又有一個很好的銷量 所以此益相關的股份 另外信譽光學 今天都是破頂上去 它跟iPhone關係不大 但是因為台灣那隻大立光 都是做鏡頭那隻 公佈的收入很好 刺激到信譽光學 都是破頂而上的 這兩隻 另外一隻都是做鏡頭的 就是優太 也是破頂而上的 這三隻手機股都是看好的 還有一隻值得看好的 都是手機設備相關的 就是285 比亞迪電子 這四隻 就是手機股裡面 我覺得比較好些 除了這些版塊之外 就是新經濟版塊 早前都跟大家說 收集 跌下來收集阿里巴巴 它曾經在跌到最低的時候 看到188.5 你說190之下 就是一個機會 就算不是現在 其實都200元之下 都可以買的 當然越低越好 195之下 這些又是一個好些的位置 你看到今天 裂口爆一下彈上來 現在有一個裂口 一浪上升 站在200元頭上是大概 甚至乎應該升穿前浪頂 204.8 這樣 有機會是一浪高於一浪上升 那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美團 美團也都是 其實它都不是很肯跌 100元都沒有跌穿過 經常都想說 後低吸納的 其實機會難些 不過 都是要有耐性 這些股 100元之下 就是比較理想 我經常都跟大家講了幾次 90元邊買 85元止洩位 但它一直都奈何 都不會 就是不是怎麼肯落 本來我都想著 今次會不會調整 回補了這個上升裂口 結果現在都不是很肯 如果不肯的話 就怎樣 就是挨近100元邊 都可能要少住 可以出手 當然再低一點就更好 挨近90元邊就更好 這隻可能還是繼續反覆上升 最主要原因 因為它都是 開始有盈利 季度盈利 與其它可能用季度盈利 推測一年 有機會賺100億左右 是偏貴的 這些股 但是你說 除非它的增長率放緩 否則短時間 也都很難大幅調整下去 新經濟股裡面 當然阿里仍然都是首選的 因為尺寸大很多 盈利、規模各方面都是首選 所以阿里應該是大主要 阿里的不是美團 美團是次選 再加上手機設備股 再加上內房股 內房的物館股 都是值得看好的 總結而言 大市短期 由於吹短風 有機會做好些 看看能不能夠進一步上升 恆指如果站在267、264之上收市 就會轉回 短線轉回綠燈 互深300指數 如果再上的話 因為已經連續四連樣 只要再上的話 站在今天收市的位置之上 241 就是短線轉綠燈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